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煎蠔餅 今天在家室看到蠔仔 哇 這些蠔仔很新鮮 這些蠔仔很小小的 煎蠔餅我告訴你 基本上用這些蠔仔才行 你不要買那些大大隻隻的 那些浪費了 那些反而味道不夠濃郁的 尤其是打火鍋那些桶蠔 就不要用來煎 浪費了 因為味道不一樣 那些會整隻的 這些就用來煎蠔餅就最好 或者是煎蠔仔粥 怎樣都看得很漂亮 在家室看到 這些顏色就很漂亮了 有點黑黑的 不是很髒的 這是它本身的邊緣 但你有時看到它 很白白的 好像有些沙粉洗過的 就是明天的 後天的 這樣就不可以了 用眼睛看到它 這些多漂亮 其實就是知道它是新鮮的 材料包括麵粉 薯粉 蔥 還有最主要就是芫荽 這些蠔 蠔仔買回來 當然要洗 倒在一盒裡 我只是用碟子 怎樣的呢 對 很簡單 什麼都不用 做一盒這些生粉 生粉是最好的 做兩盒 用手 刷一刷 它自動的 那些髒東西 就會被它 吃 被生粉吃了 那你不用擦 例如這些黑色的 這些 如果那些大隻蠔 回來 就要用牙刷 你摸下去 彈性 真的很新鮮 對了 例如你這樣擦一下 小小力 不要弄爛 因為是這麼多 如果你街市看到一份蠔 是這樣的 你不要賣了 幾天後就是這樣的 一份蠔 剛才那個 黑色的 那種就漂亮了 幾天後就變成這樣 它自己本身也有些水 出的 好了 現在這樣拿一拿就可以了 當然要沖一下水 蠔仔禽水的時候 我們要處理一下 薑 不是 處理一下蔥 還有芫草 還有芫荽 不用用薑 好了 先把芫荽洗乾淨 芫荽最髒的 就是頭部 很多泥 慢慢地擦一下 牛部 很多泥 很多泥 炸一下水 放在這裏 待會再處理一下 好了 接著 蔥 解切了頭部 又是 頭部又是最髒的 最多的 現在要把芫荽洗乾淨 慢慢洗乾淨 撿一下 哪些不要的就撿一下 這些蔥 我因為蒸魚 待會要放到魚上 這個芫荽 比較有趣 芫荽 蠔餅很重要 這個芫荽頭 一切硬的 切去 放在蔥 待會要來一起煎蠔餅 這些 吃的時候放在面上 就是最完美的 好了 這些蔥和芫荽切去 放在這裏 好了 現在就 蠔餅要調粉 蠔餅 基本上要用薯粉做的 薯粉 在雜貨店 或者超市 一包 很大包 十幾元 其實薯粉 你很少用 所以在雜貨店 問有沒有散裝的 買幾元 薯粉 這些殼 放進去 兩大殼 放進去 有些就只用薯粉 就可以了 但是 現在 老式的那些 就是脆的 脆的 就要加麵粉 比例要多少 如果不是太脆 就1比2 但是想脆一點 就1比1 一勺薯粉 一勺麵粉 會很脆 就可以了 好了 夠了 那要加什麼呢 當然要加少許糖 雖然我煎東西 其實不應該加糖 但是要加少許 要調味 不要加太多 這次要加些魚露 因為這些煎毛雞 基本上都是潮州食物 加少許魚露 這些是魚露 然後 尾巴 加雞粉 加什麼都可以 我都是加鮑魚汁 不想它太鹹 OK 少許就夠了 因為待會吃的時候 都會 剪魚肉 好吃的 辣椒醬 就吃了 現在偷凍粉水了 慢慢攪拌 倒一些 因為裡面已經包含了 有蔥 呀 呀 西 呀 攪拌了 多些攪拌 開一個漿粉 把蠔 嘩 多漂亮 真的漂亮 不是騙蠔味有重 放在這裡 先 過來煎蠔餅 好了 熱鍋 放些油 放些油 多一點油 因為現在蠔餅有分幾隻 港式的 就不太脆 原本的蠔餅 潮州蠔餅 是不脆的 如果你們想吃脆的 就是 麵粉和薯粉 比例是一比一 想吃一點韌韌的 就是 兩份的薯粉 一份的麵粉 就不太脆 我們當然想吃脆一點 多些油也不怕 OK 滾了之後 現在要慢慢小一點 火 不要不大 我一塊過煎 因為我的鑊鑊這麼漂亮 慢慢 嘩 嘩 多漂亮 小瓣 這些也不會太白色 白酥酥 即是還覺得它味道脆 你知道軟黃色的話 就是要翻炒 沸騰的味道如何? 關小火, 只需要沸騰的 稍後, 要翻一下 這個很脆 再拿一點 這個位置 再泡泡 好, 我現在拿出來再跟大家說 豪仔餅出來了 通常都要加少許胡椒粉 好吃很多 少許不足再加 自己加點胡椒粉 基本上就蘸魚露 蘸魚醬 這個就是最重要 通常你去廟街 就是完全生色不少 因為加上豪仔餅一起吃 就完全漂亮了很多 希望大家喜歡 我這個豪仔餅 很簡單, 都是十多元 那家人就開心 多謝 如果大家都覺得好看 請多點幫我分享給其他朋友看 多謝大家訂閱 愈煮愈好 最近的天氣 真的很好陽光 但是身體都感覺很乾燥 口唇和體內都覺得很乾 今天我想跟大家煮一個 很簡單的湯水 好 好